Hello,欢迎来到其实您该,我是Dandy 今天来聊其实您该了解 宁愿生病也不想见面吗? 当哀人闪不了的社交局内心小剧场 今天来聊MBTI里面的哀人 我自己本身也是哀人 那哀人在跟人家约见面 或是你有非不得已的要出席的社交场合的时候 内心的心情变化 从你答应邀约就开始纠结 然后纠结到出发之前,出发当天 那参加邀约的当下 还有离开的状况,那个内心的转折 今天就来聊聊哀人出席社交场合的内心小剧场 第一点就是呢 刚答应要见面 或是跟别人订好约会的日期之后呢 就立马的后悔,想要取消 很多爱人呢,当下可能朋友邀约 同事问你说,那天要不要吃饭 那天要不要聚会 那天下班之后,要不要来一个饭局 这个时候你可能基于礼貌 想说,大家都答应了,我不答应 很像我不合选 但是你内心就是不想去 所以你索性就是抱着的 先答应好了 反正距离那个见面的时间 距离那个饭局 还有一点脑日子 所以到时候说不定会很多的突发状况 当下可能就是我工作太忙啊 或中间有些临时的要紧事出现的时候 我就可以推辞 所以你就先答应了 但是后来发现说 他不是跟你讲这样而已 他是很认真的开始跟你约定时间 他要订餐厅了 他开始要统计人数了 你发现他来真的 因为有时候台北人 有时候在路上遇到朋友或是同事 大家说,下次约哦 下次约吃饭 那台北人会有默契说 反正你也没定时间 就是导致礼貌的社交 这只是说说而已 但哀人有时候就怀抱这种心态 反正你说说你可能之后就忘记 结果对方这么来讯息 跟你定时间 或是写email 跟你讲好说当天的行程怎么样 你就发现说 哎呀,完蛋了 他是来真的 这时候你就想说 超想要取消我当初 为什么要这么的蠢 直接答应他 就是有点悔不当初 而就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呢 就是当哀人闪不掉的社交局 就是二 跟朋友约见面 但是在那个见面当天 你前面可能就是铺陈 想说反正还离很久 你有这种鸵鸟心态 想说反正那天还没到来 中间有很多变数 就是有可能对方突然临时有事 或是我临时会出现一些什么 有的没的杂事也好啊 家里有些状况 我就不用去啦 所以心态就是这种鸵鸟 就是反正你不一定会真的去 结果真的来到了见面当天 你一起床 你想说 天哪我今天真的是好想要爽约哦 我今天真的很不想去 我是不是要找个借口 你就看内心盘算说 我跟这个人的交情 如果我跟他说我装病 咳嗽几声 或是我临时如果脚扭到了话 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去 有些时候你还会心态上面觉得 明明就已经讲好时间地点 就已经来到今天当天早上 你一起床了 但你就是不信息 你想说 我觉得有可能还是会取消 就是还要写个讯息去问他 或是发个讯息问他说 诶我们今天确定有要约吗 你想说可以得到一个答案是 他突然跟你说 他也生病了 或是他突然有事 他现在今天不方便 你就还是会最后的期待 说对方会不会也是临时 觉得今天不适合见面 他也不想去了 所以两方就讲好 就诶今天就先暂时不见咯 所以你就是内心 还会有一丝的期待说 先发个讯息问一下好了 但最终可能还是要见面 现在第三个关于说 当爱人闪不掉的社交局呢 就是三 约好的局突然取消 你内心会极为开心 就是延续我刚刚说的 有可能你自己突然真的脚扭伤 或是临时家里有一个突发状况 让你就不得不自己去处理 或是来个一个时缺公事 老板就是指派给你 叫你今天一定要加班做完 那你就真的是很可惜耶 这样不能去了 就是家里真的临时有个状况 我得要去医院一趟这样子 你就想说内心 其实你是非常开心 说不用见面了 我这个理由超级充分 而且我还可以去医院拍个照 我还可以在公司加班拍个照 就是有很明确的室友 可以告诉对方说 我真的是很想去 但是没办法去 但内心其实超级开心 这时候爱人就会觉得说 这是老天爷给你的sign 就是可以让你不用出门去见面 去付这个邀约 接下来第四个关于说 爱人闪不掉的社交局内心小剧场就是死 今天就是没有心情想要社交直接失联 我相信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朋友 他就是很喜欢在当天突然搞人间蒸发 但这种朋友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打死都不会发个讯息跟你说 但他就是会在事后的两三天 他才浮出随便说 我那天突然有事 还要给你一个很烂的理由 但当天任凭你怎么传讯息打电话 他就是不会回 不会读 那这个时候 你第一次遇到这个状况 你真的会很担心 你会想说 他到底是不是发生什么意外 或是他是不是临时有什么事故 就严重到他没有办法告知你 医生说他今天没有办法出席 或者是有些人比较 没那么恶力 他可能就会故意在那个 差不多快要到的时间 你们约两点 他在1点55分 他才突然跟你说 我临时有事 我不能去 但有些人就是真的很 他就是很哀 他就是连那个拒绝 他都不敢发出讯息 他没有办法直接跟你说 他不想见面 他今天没有心情 他今天就是无法踏出家门 他就是直接把手机关机 或是讯息不读不回 但这样的状况 如果你的朋友不够熟 也不知道你的个性的话 真的有时候就会破坏友谊 你们就是无法当朋友 有些人就是会觉得说 什么意思 我花了大把时间精心的梳妆打扮 就在那边等你 等到脑都已经过了那个时间 他一通电话都没有 让我很担心 结果就是联系不上 事后就让我一个人被放格子 那隔了好几天 你才突然冒出来跟我说 你那边是有事 有些人就是很灾结的事情 那有些人可能就是 有一次两次的经验 那彼此也够熟的状况之下 就知道说 好啦 你的个性就是这样子 那我也就是不勉强你了 但有些哀人 真的就是会直接搞消失 接下来第五个关于说 闪不掉的社交局 哀人内心小剧场呢 就是五 如果已经飞去不可 而且你也就是打定主意 说好吧那就去吧 但是在抵达之前 你在出发之前 你想说这是老板指派 你去的一个公关场合 或是这是一个婚礼现场 你得要去就是包个红包 出席露个面的话 你在抵达之前 你就会先想好 你的退场机制是什么 就是我今天去这个局 我大概几点的时候 我就可以开始铺个梗 虽然我临时有事 或是我临时要请朋友 打个电话来 就是让我有个理由 可以先说 啊我要提前走咯 我没有要续团 我吃饱咯 我可能就是等一下有急事哦 你就是去之前 你就开始在盘算 说我这边就是 只要待个30分钟 我这边就最多最多 就一个小时 我就要离开这里 我才没有要续团 我没有办法继续花时间 跟你们就是长时间的聊天 跟相处 我就是需要自己的时间 我需要好好的回去充电 那这个状况 就是很多哀人 即便他真的非不得已 得到那个地方去的话 得要付这个月的时候 他提前就先做好 很多的准备 说我今天要聊天 要开几个话题 先想好说 这些人是哪些人啊 然后他们有什么兴趣吗 那我聊完这些东西之后 我就要赶快的 把我啊 宽宽的赶快回家去了 接下来第六个关于说 哀人闪不掉的 社交局内心小剧场呢 就是刘 离开这个社交场合之后呢 你就会觉得 松一口气 我竟然还活下来 我熬过去了 就会觉得说 刚刚这一切 真的是让你压力很大 精神很紧绷 你唯有真的是离开那个现场 跟朋友告别 你就搭上自己的汽车 搭上自己的Uber 或是那种 搭捷运要离开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整个人就放松下来 整个人心情好到一个不行 就终于度过个磨难 像是以前考完什么 断考考完大考的那种感觉 就是说我撑过来了 我现在终于可以 好好地放松休息 就是在那个场合 你可能吃东西啊 就会很紧绷啊 觉得说 天哪我很怕冷场 但是又同时 不想要自己去 制造太多的话题 让别人关注你啊 让别人来追问你 但就是一切的一切 结束之后 你内心就会变得 很平静 反而相对很开心 但说实在的 即便Iron这么的不喜欢社交 但其实离开社交场合之后 有时候啦 内心还是会觉得说 好啦 好就要再有出席 至少看到朋友们 现在都安好 那也获得一些新的资讯 那个资讯可能是 朋友之间 最近谁要换工作了 谁又跟谁结婚啦 就是有些八卦跟资讯 你得要出席场合 你才可以得知 那你有时候真的去了之后 你才觉得说 好啦也不枉我 此行 你就会有这种心态 但是要你再来一次 要约下一次 你还是会觉得很痛苦 好啦 那今天就是分享六个关于说 爱人躲不掉的社交局的内心小剧场 提供给你做参考 昨天呢 我要推荐一间位于首尔汉南洞的贝果专卖店 这个店家呢 其实我之前经过蛮多次的 他非常的醒目 他是一整栋的建筑物 有大概三四层楼这么高 他在这个建筑物的外面就有大大的三个字 就是BBB 英文单字的B 但他的名字就叫做BBB 那我之前经过 其实就想说 这个栋到底是在卖什么东西 就是没有走进去看 但后续看到有些人在介绍 不管是抖音 或是IG有人去打卡拍照 还叫说 这间店是专卖贝果的 那我那天经过 想说那就是刚好下午时段 人不多 我就去吃吃看 他们家主打就是贝果的各式品项 比方说有那种甜的 有咸的 那他也有那种什么 基本的什么香橙火腿贝果啊 炸鸡排贝果啊 当然有些什么抹酱 我建议大家不要单点贝果 你一定要点他的抹酱 或者是点所谓的什么火腿啊 或鸡排 就是吃起来会比较丰富 但我点抹酱 我个人觉得他的风糖 那个抹酱搭配他的贝果来吃 非常的好吃 我很惊艳 我之前去韩国吃另外一间 什么London Museum那一间 两个香型之下风格不太一样 但这间吃起来 我觉得他的那个贝果的嚼劲 是我很喜欢的 那另外他们可能因为有季节限定吧 最近也推出一款叫做水果奶油贝果 就是它是贝果 但它是直接做甜的 在冷藏柜那边 中间有很多鲜奶油 然后放很多新鲜的水果 看起来也是非常好吃 那这间店就是 算是咖啡厅的经营模式 但是 它也有贩售酒精饮料 所以如果是喜欢的 喝酒的朋友们 最近也不用错过 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去和奶洞逛累了 就是想要找咖啡厅做一下的话 这间店就是好拍又好吃 因为它里面除了贩售 贝果是他们的招牌之外呢 它还有各式各样的泰迪熊 而且泰迪熊不是那种小只的泰迪熊 而是超大只 一只跟一层楼这么高的那种超大泰迪熊 里面还有床 里面床 没错你没有听错 它有布置一个床 中间有睡两只泰迪熊 然后还有那种一层楼 那么高的泰迪熊 挤在一个 就是一个小小狭小的空间 所以非常的好拍 里面有一些 就是装置艺术 拍起来就是非常的有氛围感 就是推荐大家有去汉南动画 可以去品尝看看 相关的资讯呢 我有拍影片 我放到IG 其实你应该 请大家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起来 我在线中多发现多有趣的 即时新闻还要更突兀 所以你一定要追踪才看得到 好啦 那就今天的节目内容 对于内容你有实际的意见看法 或是你有疑难杂症 都欢迎到IG跟我做互动咯 好啦 那就今天的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咯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